我们来看第六题 我们学校什么有一个图书馆 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借书 不是在这里 是要去到那里 所以这个图书馆 肯定不是在学校的里面 所以我告诉你暗示了 所以是角落附近 入口还是楼下 答案是2 我们学校附近 我相信如果你学校附近 有一个图书馆 大家一定很喜欢去那里 对吗 吹冷气 又可以借故事书 又可以读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学校的附近 有一个图书馆 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借书 OK 所以不是角落 角落通常我们说的是 一个房间的一个corner OK 就是within那个area 所以这个图书馆 不是在我学校里面 我怎么可以说 我学校的角落 有个这样的地方 OK 我可以讲我们学校角落 有个小花园 或者说我们学校角落 一个角落有一些健身的器材 OK 让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的 所以这个图书馆 显然不在学校里面 所以不可以讲 不属于学校的 OK 所以它是在外面的 所以不可以用角落 OK 入口呢 学校入口怎么会有图书馆呢 那不是挡着你们进去学校吗 也不对 OK 入口是什么 entrance 走进去的地方 所以也不对 楼下 更加不对了 怎么会在学校的楼下呢 OK 它因为不属于学校 所以不可能在学校的楼下 OK 所以我答案是二 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图书馆 大家都喜欢到那里 OK 所以到那里呢 去解书 好不好 OK